今天地方新聞提到洛杉磯警察局 早前迎來成立150周年以來首位華裔副局長 洛杉磯喬街領袖 日前在市中心千禧酒店舉辦午餐會 歡迎這位新上任的警局副局長 已經服務洛杉磯市29年的周保來 是第四代華裔移民 他去年12月底在LAPD局長摩爾提筆下 從原來的西區運作中心指揮官一職 調升為LAPD副局長 周保來在今後將會主管四個交通部門 以及大都會交通局的公交車和輕軌列車安保 周保來表示雖然他現在擔任的是管理層職位 但他也會主動參與街警執法工作 和警局內不同級別的警員都建立好良好的工作關係 在晉升成為副局長之後 周保來也都成為LAPD建立150年以來 最高階的華裔警官 但周保來說其實他的父母 當初並不希望他加入警隊 認為做警察太過危險 他表示華人有這種想法非常正常 他也能夠理解 但在LAPD近30年的經歷 令他得出這個結論 如果你想找一個工作 你真的會有不同 這就是它 受到父親的啟發 周保來的兒子也決定加入LAPD 並將在今年底從警校畢業 開始為洛杉磯服務 主辦今次歡迎參會活動的羅省 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嘉文表示 周保來是華裔和亞裔社區的驕傲 隨著華裔社區的擴大 希望更多華裔能夠積極服務社區 共同提升華人在美國的整體形象 天下維持記者採訪報導